在頂級賽事 我的話以前就是在這種頂級賽事 都是自己一個人 台灣人 然後會講中文的頂多是中國選手 現在的話多了台灣選手 而且又是講自己的語言 就是台灣更有那種 就是大家 因為台灣很小 地方很小 大家能在國際賽場 上比賽也是自己的 我自己覺得有台灣人 因為我在頂級賽是 感覺蠻好的 就是有這種心理的那種安心感 我這邊Paul老凱克也蠻開心的 就是在集團裡面都可以聊一下天 這個賽到下雨確實比較不好比 因為他路又小 所以其實比賽很快就決定了 其實第一圈前面就已經分裂了 所以我看我們的主要 我們主將都在後面 所以我一開始是盡可能協助 但是可能有點晚了 所以比賽其實產生非常多的斷層 以往都一樣 就是第一圈就會決定你 後面的位置 如果說你慢一點 掉隊的話 你玩賽的機會才有可能 除非說今天 圈數減到九拳八拳的話 那又不一樣 誰覺得是個不錯的選手 他為了還是 未來幾年還是很有可能 就是為台灣 騎出一個奇蹟來 所以能在我選手 可能最後幾年的生涯裡面 然後有遇到一個台灣選手 在這種頂級賽事裡面 我覺得是滿欣慰的事情 不過未來當然 希望就是更多更多的人 可以挑戰這種一級的賽事 會鼓勵未來就是更多年輕選手 到這個層級來比賽 來真的更多選手 可以看到這樣的比賽 對於台灣的腳踏車競技 提升都是有非常有幫助的